好,我们继续来关心面对这个台风来袭 桃园复兴区公所在今天上午召开了灾害防救会议 已经先预防性撤离了390多人 而目前接获有登山客失联 桃园复兴区复兴区17号上午与桃园市各区进行台风灾害防救会议 复兴区在17号上午预计预防性撤离共有117户共394人 另外复兴区区长提到复兴区牌楼因墨兰地台风倒塌 加上牌楼破损在16号晚间已经拆除 两次台风对我们复兴区算是伤害比较少 当然我们也有以前所做台际线有两座非常牌楼非常危险 趁着这次台风就一并处理拆除掉 以维护台际线的安全 马勒卡台风发布海陆警报后 民众举报有市民登山客前往复兴区唐税山登山 桃园消防局第十大队队长表示 市民登山客约在上午10点半将车子开离登山口 目前还在确认中 安全上的考量我们在今早7点 我们总共会同开索还有领悟山清总共有8位 我们目前就是入山去做一个搜索 那刚刚大概在就是十分钟之前有传出就是这四位就是车子 有民众有跟派手这边还有跟我们做反应说已经有看到这个车子已经死于这个现场 复兴区区长呼吁台风天请旅客不要冒险上山 在这次马勒卡台风期间 复兴区灾害中心也会持续待命 记得LOVE UP桃园复兴采访报道